如果尖刺陷阱重新回归会发生什么呢? 尖刺陷阱是跟随C4一起被删除的道具 它能够破坏车辆的轮胎 如果重新回归会有三个改变 一,没人敢开车过桥 尖刺陷阱最大的作用就是破坏车辆的轮胎 所以它只是针对车辆的陷阱 当时尖刺陷阱还在的时候,玩家是怎么玩呢? 其实很简单,就是把它放在车辆的必经之地 桥上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摆一排尖刺陷阱的话 敌人的车胎肯定会被扎 击杀没车胎的敌人会很容易 到时候没人敢开车过桥了 二,开车不能随意 在现在的版本,我们开车根本不会注意地上 因为地上不会有破坏轮胎的道具 我们只要注意不撞上树木等掩体就行 但尖刺陷阱重新回归的话 我们开车要非常小心地上 不然万一被扎胎了 可能就要被敌人送去坐下档飞机了 三,容易引发队友矛盾 尖刺陷阱不仅扎敌人的车辆轮胎 自己队友的车也会被扎 所以到时候如果无意中扎破了队友的车胎 那肯定就会引起队友间的矛盾了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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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见